我們一般看模特兒他們常常就是 男模嗎 男模的 我找女模 沒有沒有 因為男模他們有時候穿內褲 拍內褲廣告什麼的 他們的身材都是也是也是弄得 很好看啊 就是他一定要弄得很好才有條件啊 對上鏡頭好看 然後但是呢 我那個跟那個彥均說的一樣 就是他們有時候只注重在上半身 就是什麼胸 手背 對 對大頭胸大肌 都很好看 但是我問他說那你有沒有去練大腿 他說沒有 所以我沒有辦法跑步 我跑步跑不久 然後我打籃球也常跌倒 因為他們會刻意的踩步越這一關 因為比較難看到 譬如說內褲廣告的話 你可能還是會穿牛仔褲嘛 只是露褲頭這樣子 所以就是也鍛鍊的不全面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沒關係 我也要上半身這樣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坐 有一天呢他就爽約 我就打開問他 我就說你為什麼今天沒有來 他說我心情不好 我說你心情不好就不來 那我怎麼辦 我還要練成健美先生 他說我跟妳講 心情不好 你也沒有辦法練得好 他說這是他的 就是 他是過來人 他說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上健身房 那個成效 你還不如在家裡休息 那健身教練怎麼辦 他不能有情緒啊 對啊 他不然每天有課還是要 對啊他總是也有七情六欲 你那個人中就還是本業是模特兒啊 是瑜伽還是李培訓 差不多 倒出來了 倒出來了 你會想誰 但是呢就是 沒有 因為健身教練他可以指導你 他不是 他不需要陪著你 對 但是 超對時間的運動更重要 你如果運動時間不對的話 其實 心臟病的風險 會增加三倍 那就是 是運動時機啊 對啊 就是說你如果說 你今天是心情不好 就像跟你那個朋友講 情緒不好 或是他今天 總之整個狀況不對 所以你還勉勉強強要去做你平常 當然你可能覺得你平常都有在做這些 習以為常的運動 可是 其實你在做這些高強度的運動的時候 其實反而讓你的 心血管或是心臟容易 會有一些受傷的情形 其實這是有根據的 就是說我們在 情緒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腎臟腺素啊 會分泌 我們的血管會比較容易 這個收縮跟緊繃 那其實我們運動的時候本來 就是 需要升高這個腎臟腺素 跟我們血管就會比較收縮 來應付我們的這個肌肉的訓練 還有一些臨時的反應狀況 那 這變成說 你過度的這個反應 譬如說你的腎臟腺素可能 分泌會 超過你原本 應該分泌的量 那這時候你的身體的負荷 會比較承受不住 那這時候呢 就容易產生一些 比如說 可能 心肌不整 或是產生容易引發一些心肌骨 甚至中風的情形 可能都會 有可能會出現 其實我這邊 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我之前在 就是在軍方服務的時候 有一個軍人 那他就是 在 等於說在部隊裡面 收到這個 兵變 管教 管教就是說 被操了 所以他就是 他的表現不太大 可能就譬如說 正常都跑三千 跑三千、五千 他就跑了一萬公尺 那其實坦白講 他當然 受到這個 當然就情緒不好 可是他又要 過量的這個 這個受訓 就是跑步 那結果呢 就產生一個心育不整 那這類的心育不整 在醫學上 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就是說 布嘎達心肚 就是 他這個就是 很特殊的一個基因型的 他其實平常是 不會表現的 可是心電圖 會有一些 特殊的表現型 那這類的 心育不整 你在過度的 運動 或是在 比如說 情緒比較不好 或是在這個 激烈運動的時候 容易被誘發出來 那誘發出來之後 呈現一個心勢平脈 或是心勢的 纖維戰動 那各位知道 這兩個病其實是很危險的 你如果一旦 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需要 要不就是需要AED的 奠極 還好啊 我們現在 國軍戰備真的還蠻優良 我們 他們跑步的時候 其實都有救護車在旁邊 standby 發現他跑一跑就 就倒下去了 就當場倒下去了 20歲左右一個 一個士官 因為他們都是幹勤 反正都訓練 他倒下去 然後這時候 趕快衣冠 趕快過去 趕快就是 救去AED 我們都有配備 馬上一 就那撒包電擊器嘛 一逗上去 他呈現這個心勢平脈 馬上電擊 現在好爛喔 以前我們拿個當兵 不是新兵 每個人 跑三千公尺 四千公尺 現在官很為難 好爛的 現在現在壓力都很低耶 沒有 那個人是有病 他身上就有那個 被誘發出 被誘發出來 所以當然這組一定會有 他是有病 但是也可以關 電視前面觀眾看到 就找進理由來不運動 喔 您醫師說我心情不好 不行 不能 醫生你剛剛有講說 就是 是因為心情不好 然後又勉強自己去運動 可是有些人他不是勉強自己 是他心情不好 可是我運動會開心的時候 因為聽音樂嘛 跑步 對啊 因為我說跑步 他會讓我 就是有時候容易會過量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 你平常可能你有運動習慣 可是你平常的量 可能不是這樣的量 可能你也許跑個一圈兩圈 你差不多就結束了 沒有 其實我自己有 就是有過類似的經驗 就是我覺得我們人 大概都可以知道說 今天自己狀況怎麼樣 對 也許就是今天好像有點悶悶的 或是身體在處於低潮期 是不是那個時候 譬如說我平常運動的強度是10 我要把它減成7或6 對 可能要適當的稍微減量一下 其實運動強度是可以用心跳去算的 因為像我們一般建議你的話 你運動的心跳 就是運動的最大量就是 不能220減量的年紀 大概就是你的最上限 你不要超過那個 那如果你是要燃脂的話 你就是要220減量的年紀 再乘上 江醫生你講慢一點 講慢一點 正常 瓜哥也在算 正常你不能超過 220減的年紀 這是你的最上限 220減掉年紀 是你的心跳最上限 你能夠承受的量 那如果你今天運動 是為了要燃脂 是為了要減肥 你就是220減年紀 再乘上0.7 就是你最適宜的 通常今天0.6到0.8這個中間 0.7大概就是燃脂 我剛剛算了100 如果你50歲的話 大概就是170 再乘上0.7 0.7 大概120下 對 心跳最高的 心跳不是最高 就是說 你要燃脂的話 大概就是跳110 要維持在120下 120左右 可是我們沒有算 我們都算130 333不是嗎 那個是 就是針對所有的人來講 可是現在比較客製化 就是剛剛他講的 這個220 用算的 對 而且其實就有 因為我們醫院有開減重班 所以病人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一起在減重的時候 其實就很有效 因為大家會比較 你瘦幾斤 我瘦幾斤 他們就是除了飲食控制之外 他們每個禮拜都會去跳那個 有氧的 一直跳 跳完之後 因為有人想要贏別人 跳完之後又去跑步 就有一個人這樣跑一跑 就超亮 跑一跑一跑 應該要開肌力班 對 他就倒在我們那個急診室那邊 他要被推進去 那我現在講說 剛剛呼應一下陳怡詩講的 其實我覺得運動 為什麼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要運動 我自有親身案例 就是我之前你知道 有一陣子失戀的時候 那時候我想說我不行 你到底想講什麼 失戀 就要講失戀 對 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不要放下 現場不要下 太該哀笑的 用洛基 用洛基 老師謝謝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心裡想說不行 我現在一定要奮發圖 想下來運動 我發現你在心情很差的時候 運動你會沒有辦法控制 你現在運動 該達到的量 像高山峰剛剛講 假設你的滿分是10分 你在很難過 你就覺得我要拼拼衝 然後你就會把那個量 衝到超過100 所以呢 為什麼我講這個 就是說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你不要一直在你快要累死的時候 去做衝刺的動作 其實這個是有非常多案例 是死亡案例 在馬拉松跑步的選手 之前在廣州 有一個馬拉松的跑步 在跑到最後衝刺的時候 兩個人倒下來 澳洲有一個 一個三十幾歲 也是常常在跑馬拉松的人 他跑到那個終點的時候 一過去他就倒 這個人是牙醫師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很多的案例都是 馬拉松在最後衝刺那個階段 因為你很用力的往前衝 結果 因為我們的身體 那時候其實非常虛弱的 那這時候你突然 在這時候 你要讓你自己過度的耗養 他心肌缺養 其實有的人跑了 腿已經不是聽自己的 對 踢踢踢到一直跌倒的 我們之前去幫馬拉松 當那邊在地的醫生 很可怕喔 每個就很像是 真的很像集中 因為每個一到那個現場的時候 是直接過了那個線 就直接倒在那個線 我們拖了好幾個回來 你知道嗎 那是不是已經是 河門去溶解嗎 通常不是 通常都是因為 就是腿已經不是自己的了 他們通常 有些都是一些修課 暫時性修課 就比如說 可是很少見 但是真的就有很多個 幾個案例就是說 因為跑到最後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些比賽 你是對自己要求很嚴的 你就會強迫自己 超過自己的體能 那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好像 你做衝刺的動作 是在取代你心情的一些 改變的時候 這個是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對 因為心情不好的時候很難 就是沒有辦法用腦子 去控制你的身體 而且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腦子 都一直是想的是 你心情不好的事情 你會忘記 你明明就是覺得說 好 我現在要抒發我的情緒 我騎腳要車到淡水 騎騎騎啊 就在講 沒有辦法 就是你就沒有辦法 好可怕 突然來這個案例 真的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用運動來抒發情緒 最好的辦法 是因為你情緒很低落的時候 然後你騎騎騎 運動會流汗 會有心快感 不是 不是 你可以用你的汗水 來 大家都不聽到底是 汗水還是淚水 因為你總不能去淋雨 來騙大家說 這是雨水啊 對不對 我們會建議說其實運動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是特例 就是說你超過體能 或者是心情很差的時候 去用力運動 可是事實上運動真的已經發現 它對我們身體的腦內飛會上升 所以它應該是講 要讓心情愉快 要長期運動 而不是說你為了心情愉快 所以今天你沮喪去運動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 其實你狀況之下 你運動其實是越運動會越舒服 對 如果你不覺得舒服 那天最好我也不要運動 對不對 像有時候學生一來 我會先問他三個問題 就是 吃飽了沒 昨天睡得好不好 今天工作累不累 對 如果是他沒有在上班 帶小孩怎麼樣 就來判斷他的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再適時的調整 等一下要訓練那種 如果他昨天都沒睡 我可能 原本要讓他 就是心肺代謝多一點 可能就會稍微減少一點 而且我們自己要主動跟老師報告說 昨天我做了哪些動作 老師我今天狀況不好啊 對 我做了筋骨難沒 他覺得沒關係可以再操 有時候這個能不能再操 這個不行 他會告訴我們 因為他們是專業 那如果他說 老師我昨天很累 因為我在腦裡跑了一整夜